10月26日,黑洲四不黑,来了一个大反包阳线 这个得多么好,那位说怎么又成了反包阳线 你看昨天虽然这个是上涨的,但是它走出来的是一根假阴线 所以说今天这个上涨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根大型的反包阳 那么如果按照指数上呢,现在可是三连阳 三连阳那下方,那么上宫的目标在哪呢 我们早在昨天提出的时候就讲过,说这个位置留下了跳空缺口 并且大盘探底回升开始向上涨 这一根大型的刺穿线,或者是这样一根一个标准的组合 当时呢,说这个位置有一个跳空缺口,这支撑很大 今天果然这个支撑被打破的时候,显示了它的力度 但是这个上方的空间啊,我们早就给明 就是这个跳空缺口,三千零五十点附近 那么现在既然上升空间打开了 而且呢,大盘今天不负众望 没有了黑周四,黑周四魔咒被打掉了 那所有人是不是心里的一块石头撂下的 实际不一定啊,因为现在不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吗 说这个十五的月亮啊,十六元 那么黑周四不黑,往往会出现黑周五 你看,人们总会给未来的走势赋予一个想象 为什么会大家都这么样的悲观呢 因为的确我们投资者的信心呢 被有些人给伤害不少 你比方,就像有一些个股啊 现在都已经受到证监会的提示了 不说那个东西我们可以去维权吗 包括有一些东西甚至可以申诉索赔 是吧,那不就是因为它财务造假呀 还有各方面吗 你想想,原本现在大盘就不咋地 如果上市公司呢,再是无良的话 那很显然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很难把握了 尤其现在大盘这种动荡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我们看,今天市场上的走势呢 给我们几个启发 第一个,成交量 今天大盘是8200多亿 昨天是8700多亿 没有昨天大 但是今天上涨的力度可不小 不是说大涨的个股多 也不是说涨停板的多 你看,今天直到收盘 涨停板的加数才48加 而且上涨的个股呢 也只有2700多加 下跌的个股还达到2100加呢 并且上涨超过5%的 今天只有那么160-70加 还是很少的 那昨天呢,那可多呀 是不是这样 就包括前天 那4500多加上涨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 就这一天啊 周二,人家是普涨 昨天呢,虽然你看的是一个阴线 但昨天这个是个假阴线 而且昨天上涨的个股也超过3800加 你看今天,你看着指数涨得不少 但是今天 两市涨的一共也没有到2800 这个达到2800加 比昨天是不是少了1000加 所以说今天的上涨呢 力度上看还是相对弱一些 但是通过这个形式上看 有资金互盘这个角度 那么大盘就未来上涨的空间呢 确实已经打开了 如果通过这样看 这不是两阳加一阴多方炮吗 如果摆这儿要是看算成 就是这个 虽然是跳空高开 但是收盘价呢 仍然也涨了不少 这不也是三连阳吗 我们用一个工具 再给大家修补一下 你再瞅一眼 用这个工具啊 这不就是收盘价吗 我们把收盘价 如果打到昨天的开盘价 那你看 这不就是三连阳吗 如果照这种三连阳叫什么了 这不叫三红兵吗 如果不拿着三连阳说事呢 那叫啥 这不叫两阳加一阴的多方炮吗 那好了 我们不管是多方炮也好 还是说的三红兵也好 总之大盘在这个位置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的趋势 就包括今天啊 远远的抛开了五日线 这什么 这不就是上升趋势 正在慢慢的扭转吗 那么现在我们在等什么 我们现在在等两点 第一点 成交量在这个位置啊 得有效的放大 如果有效放大之后呢 热点就会出来的更多 更主要的是什么 是这些个权重指标股 今天立功劳帝的最大是谁啊 宁王 宁王从跌了那么多 三个点 现在是反涨 收盘的时候 宁王还大涨了将近1.2 为什么 因为一涨一跌之间 这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啊 那不就是一个探底回升吗 我们看一眼 这个 是不是走出一个漂亮的探底回升 如果按照这一看呢 连续下跌 突然间出现一个大长腿 也就是单针探底 是不是形成了 那么如果在这 接下来这堆上涨 又是出现的话 是不是一个反转行情 如果看分时图 你来瞧 这种平开 然后打低 结果出现拉升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今天下午 尤其是一点半以后 我们大盘上涨的主要原因吗 我们再看一眼 就以创业板为例啊 创业板是不是也在宁王的带动之下 看 就属于平开 然后低走 打低一点之后 在下午一点半 宁王上涨 催响机械号 结果 这个创业板开始出现大涨 那么创业板出现大涨 现在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探底回升 那么创业板在这 它的目标是哪呢 它的目标是直奔2000点吗 我们特别希望 它赶紧快点回来 直接收复2000点整数关口 因为这个位置跌的本身就有点无厘头 你看 我们之前说过啊 就这一波 当这一波有一个大型的 这叫什么来着 这不叫半分位吗 当大盘摆这个 这个创业板啊 摆这个半分位打漏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是果断减仓 那好了 那今天下面呢 出现一个这样的见底系号 不是说两阳加一阴什么啊 我们讲的是这种看底回升 这是指数啊 那么这个指数 它为什么会这么走啊 这不就是宁王带动的吗 我们再来看一眼 看 这不就是他带动的吗 如果再说一点呢 你看 长期下跌 然后经过了这一大段的来精灵 这不就是位置决定的性质吗 那么创业板呢 创业板这不也是这样吗 包括咱们的上证指数 所有的你看几乎都无出一辙 都是跌的了不要不要的了 是吧 那么尤其是今天的创业板 那么在这种探底回升 而且是有真正的意义题材 它上涨的话 你比方说 像这个宁祖河 如果这些东西延续了上涨趋势 是不是我们一片云在全散 那么这个位置会不会带领 所有的指数 就是五大指数 通通出现一个反转行情 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们现在不是回血的问题呀 那大家真的从现在要是开始涨 涨到了年末啊 是不是都能转那个盆满锅满 希望这样吧 希望大家呢 借咱们的吉言 在这块好好上涨一下 让我们受伤的心 也好好修补修补 最好呢 能直接涨到年末啊 那真正的一波吃饭行情 大家千万别错过 好了 在这我们稍稍的梳理总结一下 大汗 在权重指标股发力 尤其是在宁祖河 现在宁祖河出现了一个举白旗反水 也就是又投成了 那么大盘出现了上涨 那么大盘出现上涨 现在是有题材率领的 所以说这一波 不光是权重指标股都在涨 就连北上资金也出来摇旗呐喊 今天最多的时候呢 北上资金都净流入了 就是二三十个亿还要多呢 那直便是现在 北上资金也是净流入了十二个亿 你看今天开始的时候呢 大盘出现了杀跌 这不是这样的吗 由于上午 你看这一波杀跌 可是人家北上资金不卖出了 北上资金不像每天似的 人家在那块拼命的 就像不要钱似的竞卖出 那不就是杂盘吗 那今天北上资金 为什么不杂盘了呢 是不是人来了 抄了咱们的后路啊 这不就是抄了大盘的底吗 中午在咱们做短视频的时候 也说过 这里就是北上资金 把咱们后路抄了 但是今天拉这种尾盘 我们怕什么 怕周四不黑周五黑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还要小心为妙 那么具体的操作应该怎么办呢 假如我们手里那个品种 要是延续着那种上涨 五日线 十日线都不破 上升趋势保持良好 我们就不能说 给这块卖飞了 就像这样的 你看上升趋势良好 甚至都不跌破十日线的 那么我们不能卖飞 持股待涨吗 但是一旦要是说跌破了 甚至连二十日线都跌破的 这里不就是破了二十日线吗 一旦连二十日线都跌破的 那么我们就不参与下跌的调整了 二十日线是啥呀 二十日线不就是机构的生命线吗 一旦把它跌破了 是不是直接就是来个狂跌 所以在我们把住这个基准的时候 二十日线以上 我们就还能多少的拿一拿 一旦跌破了这些关键支撑位的 我们不参与调整 同时还要把出了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去找 这样大盘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怎么样 才能跟上一波新题材新热点 很多新热财新题材 新题材新热点 都是从下面一点点爬出来的 那好 明天呢 我还有早过报 我会把今天尾盘发生的消息 包括今天咱们大盘啊 这不也是下午开始吹响集结号吗 为了啥呀 北上资金又开始竞买入了 那是受到某人的是什么什么指点了吗 不管怎么说 会有很多消息出现 我会把这些东西 用早不报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同时隔夜外盘的走势 也会能直接影响我们的A股 就包括咱们中概股的表现 不过我们A股今天很强势 走出了一个独立上涨行情 那么明天大盘到底能怎么样 还要看夜盘的这些个消息呀 包括一些外盘的走势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明天早上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朋友们 明天早个报 见